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乐评的这首歌曲 是很多粉丝都有在和我讲 想我出这一期这首作品的乐评 那就是姚贝娜和单依纯 跨越时空合唱的新活 怎么讲 我一直在考虑思考这首歌曲 应该要怎样进行分享和乐评 所以前一段时间也是一直没有更新作品 那在一次年的六月 海口怀疑二十周年庆典上面 我是作为现场交响乐团和姚贝娜有过合作 当时现场她演唱的是冯小刚 电影1942的主题曲《生命的河》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结束了三天的活动返回成都以后 仅仅过了半年 也就是15年的年初 姚贝娜就走了 当时挺震撼的 也感叹生命在疾病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和无力 姚贝娜本人和现场所带来的音乐 给人是很稳的 声音中会有一种很坚定的力量感 而且为人和待人都很有礼貌 每次彩排结束后都会来到乐池 一一和我们握手之谢 那在前不久 华语乐坛新生实力女歌手单一纯 在北京卫视上和已经离开我们的姚贝娜 一同合唱了姚贝娜生前抗癌历程的新火这首歌 故人已是 年轻的单一纯 在这一刻接过了姚贝娜身上的音乐态度和梦想 没谁也痛苦过 又怎么会有资格 很明显喉咙拉低声音向下 胸腔走得很棒 很通畅 转音和气声相互的变缓 长线条很完整 单一纯的一个小特点 就是在尾音的时候还保持着压力和气息 虽然力度变弱 但是压力保持得很好 乐剧比较完整 而且单一纯越来越喜欢用转音和RB的语感有字 越来越成熟自然的 演唱《驾情救赎》 这个现场 单一纯又把别人的歌唱成了自己的歌 他把他的特点和技巧特质 展现的比较全面 同时为了致敬姚贝娜 所以我发现他没有涂红唇 只是涂了淡淡的唇用 妆容、发型和颜色普通的服装 都是进行了考虑的 很有心 那星火这首作品是2013年 根据姚贝娜在与并魔作斗争时 不为外人熟知的 真实的细节和感受打造的歌曲 歌曲中有很多需要假音处理的地方 每个失而复得 凭着我 够执着 完整的全是除歌名 心火中饱含的刚烈与执着 漂亮 山怡纯的个人能力和唱功 无庸置疑 而且很贴合现在乐坛 或者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 主要表现在演唱技巧 咬字发音和气息通道几个方面 举个例子 十年前或者再往前 我们追求的是歌词 故事 歌手的代表性的声音 那现在的市场 更多的喜欢技巧 RB 个性的一些东西 这都是市场和大众需求的结果 但不论哪一种演唱方法 都不分好与坏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真假声转化 不是女性 苗贝娜 瑶贝娜的声音出来 乍一听 善一纯跟他的声线音色还比较相似 但仔细听又各有各的特色 原因就在于通道 发声位置和腔体不同的关系 这也是流情的抒情的歌手 和喜欢RB 转音这一类歌手的技巧 不同的原因 而且编曲写的也好 为什么这首歌曲能够有如此的代入感 因为描写姚贝娜与恶魔斗争的乐剧 后十六分音符占了很多 后半拍的编奏 把音乐的紧迫感描绘了出来 到了副歌又变成大段的长音和上行的旋律 能够把心底的画和气息推出来 一紧一长 这样对比就出来了 好听 听着很感动 山一辰有心啊 我相信 他按照复活 重生在风不过的极客 当得起每个诗人负担 凭着我够执着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到的人为我证明了 这时就他还来过 来过 这个现场也让我看到了一种传承 单一纯确实是华语乐坛冉冉升起的新星 而且她在舞台上做到了技术的融合 无巧无痕 用新的演绎完美的对场 在厄运的面前 姚佩娜用她炙热的声音诉说着这个世界 我曾来过 单一纯用谦恭和尊敬的态度 回应着她来完成前辈对音乐的态度 以及对生活的珍惜 音乐中一旦有了故事 有了怀念 那么注定是一首感人的音乐作品 尤其是当我们负重前行的时候 也要记得回头看一下 那些曾经在我们生命 生活 事业和人生中 给予过 给予过我们帮助的人们 姚佩娜的生命虽然很短 但是她的生活很精彩 她的家庭也以她为荣 希望姚佩娜能够体会到 大家对她的关爱和怀念 这也许也是单一纯 所想表达的意义吧